记者从昨天上海市政府记者招待会上了解到 2021年上海市的国内生产总值 也就是GDP 突破了4万亿元大关 达到了4.32万亿元 增长了8.1% 继续保持全国所有城市首位 今年上海将继续探索开展综合改革试点 并将围绕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 探索相应的法治保障体系 今年上海市明确了在浦东打造全域特殊经济功能区 并在一定区域实施特殊综合保税区政策 并建设一批重大功能性平台 打造国际金融中心 贸易中心 航运中心和科创中心的核心承载区 此外 浦东还将建设打造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 向新产业 新业态 新空间药动能 促进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等产业扩容体制 并围绕绿色金融 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 推动制定一批浦东新区法规 对于超大城市住房难 住房贵的问题 十四五期间 上海将建设筹措 47万套以上保障性租赁住房 去年已建设筹措6.7万套 今年要加大力度完成17.3万套 也就是说 两年完成24万套 到十四五末将超过60万套 推动更多房源向五个新城布局 更好地满足人们 特别是青年人 对品质生活的需求